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最近网上呢多了很多这个营学家 而且这种现象呢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这种现象呢一直都有 我今天我就想说一说这么一个现象 我记得啊 网传啊 姚明曾经说过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姚明说的 中国人呢不是热爱运动 他们只是喜欢冠军 是吧 这句话呢我觉得延伸一下他的意思啊 我觉得描述的比较准确 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啊 他并不是喜欢这个事件本身 他只是喜欢输赢 就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大家什么事都一定要分出来个输赢 比如说吧 我说了一个什么事 其实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是美国发生的事 然后呢第二天的视频里 或者第三天的视频里 总会有一堆人跟我留言说脸疼吗 虽然说我get不到他们的点啊 我并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脸疼 但是他们会觉得脸疼 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词叫打脸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感觉没有 就是说一个莫名其妙的事 你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打脸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说天是蓝的 然后结果呢第二天可能就出乎云了 天不是蓝的 天是黑的 天是阴的 然后最后你就成了被打脸了 但其实你说 我说天是蓝的这不很正常吗 那他阴天也很正常啊 可是你就被打脸了 就是他一定要营造出来一个自己赢的这个范围 他一定要营造出来一个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营 因为不营他没有灵魂 你知道吧 有些朋友就是这样 很多朋友说 动不动就说 那是美国喜欢营 营麻了 美国人其实没那么喜欢营 因为我在美国待这么长时间嘛 美国人是喜欢自黑的一个民族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自黑的民族没有比美国更正常了 就是美国这个民族的文化跟我们亚洲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的民族的文化 如果你真的来过美国 你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你就会发觉你骂美国政府啊 你骂美国这些总统啊什么的 哇美国人可兴奋了 尤其是你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美国人可爱听了 尤其是你在阴谋论 什么你没有登过月呀 什么你的武器都是假的呀 什么F22已经落后于时代呀 哎呦 美国人听见可高兴了 跟你做同志 跟你握手 是吧 跟你觉得哇 你哥们你这太有见地了 你都从哪听呢 是吧 你赶紧能给我讲一讲啊 他说美国这个民族 他没有那么喜欢赢啊 就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人他一直说 哎对 你比如说某个某个事 美国是吧 就就有个议员就怎么怎么说了 美国的议员很多的 美国出两个 类似于营学家那样的议员 也比较正常 但是他主流声音里面 没有这种东西 你明白吧 就很多朋友 他是一天美国没来过 他没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然后呢 他就看一点自媒体 或者看一点新闻媒体的报道 他就说啊 美国就这样 你说的不了解吧 你还不能反驳 然后他就会跟一句很流氓的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接受的信息 我看的报道 跟那些自媒体都是错的呗 那你说这个东西就很流氓 对吧 你不愿意得罪人吗 那你就没办法跟他说 因为他一旦祭出这个杀气 你就没办法跟他说了 对吧 他还有另外一个杀气 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接受的东西都是错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 你就没法说 因为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圈子 我只能说 你可以在你的世界里 永远的赢下去 但是这个世界上呢 没有那么多的人 在乎输赢 你明白吗 我感觉啊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种 面子文化的延伸 因为咱们有一种 特别奇怪的一种东西 叫做面子文化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很多人他不愿意承认一个错误 不是他意识不到这个错误 不是他明完不灵 而他要面子 他觉得这个东西 我丢面子了 但实际上你说错一个事很正常 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你丢面子 但是他就是觉得我自己丢面子了 我这样很丢人 其实丢人的是你自己的内心 其他人都不觉得丢人 你知道吧 因为别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想法 比如说我跟一个朋友在留言区留言 对吧 留言区留言以后呢 这个朋友可能没辩论赢 是吧 或者说我辩论输了 那无所谓 我跟你说完 我就去吃饭去了 我就去喝两杯去了 对不对 你跟我吃饭 你自己气口腔 我没事啊 我输了我也不要紧 输的输就输呗 那怎么着我还不过了 但是你不一样了 你就觉得 是吧 你要输了你就觉得 丢面子丢脸 简直太丢脸了 明天我出去 我的女神该怎么看我 你出这么大事 你让我怎么跟我的上司交代 是吧 你怎么让我跟我的男神交代 是吧 我一旦这样丢脸了 我美丽的灵魂 我如果不找一个富二代的话 我的灵魂 我美好的品德 我都怎么办 所以说你看吧 这种说到底 我琢磨出来的 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不是大家不知好歹 不是大家不知道对错 而是很多人呢 他就因为这个面子问题 在作怪就这样 其实面子 我感觉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误事的一种东西 因为我可能是 就是来美国来的比较早啊 我不懂什么叫面子 就是 当然也有会觉得丢面子 但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周围的人 不会觉得有什么 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 对吧 我就 小时候我就曾经 有过这么一个体会 就感觉 大人做事 他不直接做 他一定要绕着做 什么话他不明说 他一定要让你去猜 我就感觉 这种东西就是面子问题 你看 为什么 我们生活中 上司也好啊 老师也好啊 他跟你说什么话 他都不明说 他让你猜 因为啊 除了这个面子问题 还有一种东西 叫做甩锅心理 就是他不想背锅 因为我比如说 我说 你才考了50分哈 他他就说这一句话 然后呢 你去加班加点学习了 对吧 哎 终于你考到90分了 你猝死了 啊 那大家就会怪他呀 他说我什么都没说呀 我只是说 你只考了50分哈 我没打他 没骂他 对不对 我只是吃饭的时候 不理他啊 对他的眼神有点恶意啊 或者是我只是嘴角抽抽上 嘴角微微上扬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啊 对吧 就是不想背锅嘛 因为你说出来 万一你说啊 他你50分太低了 你就是个垃圾 最后人家考90 那你不丢脸了吗 你不没赢吗 对不对 你一定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去说别人 而且你最后能赢 而且你最终保持着你的面子 那这才是最厉害的 你看 如果你说啊 你就50分哈 如果最终他学好了 对吧 你也不得罪人嘛 对吧 你最终还能说点好话鼓励他 那如果他最终学不好了呢 你就说你看吧 你才50分哈 我早就说过了你不行嘛 对不对 我那个 我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行 所以说正反你能赢两次 怎么着都是你赢 你们知道吧 网络赢学啊 就是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出了什么事 都要往赢上靠 我也不知道这个赢啊 是能让 就是周围人觉得你很有面子 但我不会觉得 就是你扪心自问啊 你别骗自己啊 就现实中你遇到这么一哥们 就什么都是他自己赢 你什么感觉 你什么感觉 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就我的感觉就是 我会面带微笑的看着他 我会对他说 对对对 好好好 太牛了 我只会这么说 我什么都不会说 对吧 所以说现在这种 网络现象比较有意思啊 被打眼了吧 被怎么着吧 然后那种表现出一种 特别赢的心态的那种朋友啊 是吧 哎呀 我今天真是比你幸福多了啊 你看你 你那又着火了 我这没着火 你那又刮飓风了 我这没刮飓风 就这种朋友啊 就是 就是我 我就没有恶意啊 当时你不要 你不要觉得丢面子 真的没有恶意 我没有阴阳怪气啊 我只是说 就是很不理解你们的心态 我很想抽丝剥茧 剥离一下你们的心态 看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吧 哎 行吧 那这一期就做到这儿吧 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 现在网络上这么多人 非要干什么事 都要分出个输赢来啊 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 行吧 那这期到这儿 不要骂我啊 不要骂我啊 什么都没说啊 我只是 就是觉得这种现象很有趣啊 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那行 这期做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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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